刘德华双胞胎弟弟现身接头,跟华仔相似度高达99%,网友,以为是华仔本尊。副图。 看到下面这张照片的你,是不是也有一瞬间以为我们的华仔有一位双胞胎兄弟?熟悉TVB的网友们一定知道他,名叫江华,在TVB拍了许多不耳熟能详的电视剧。 江华于1986年参加亚洲电视议员训练班入行,后签约亚诗议员。 1990年,评级电影《但愿人长久》获得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。 不过,今天小编要介绍的江华,他是大眼帅哥,非常的有气场。 港媒表示江华和刘德华非常像,其实两人确实很像,不过两位情男给人的感觉不一样。 江华,原名陈慕华,1986年参加亚洲电视议员训练班入行,后签约亚诗议员。 1990年,评级电影《但愿人长久》获得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。 1996年,主演香港亚视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,受到了高度关注,网友们也都被江华吸引。 纷纷表示,面对江华这般角色,即使他是个渣男又如何,我甘愿为他沉沦。这部剧可是被网友们奉为江华的经典剧之一。 也是在这一年,江华签约了TVB,紧接著,他就主演了古装剧《西游记》创下44点的收视记录,平级唐三藏一角走红江华版的唐僧。 唐僧非常人性化,开心就会笑,难过就会悲伤。 而且在形象和气质上面也十分出色。由江华饰演的唐僧也堪称史上最帅唐僧。 2000年,江华和林家栋、蛇诗曼等人主演了《碧穴剑》,而这版剧集又被称之为《碧穴剑》《江华版》,因为他的《金蛇郎君》简直是太经典了这部剧的评论区,每一条都在称赞江华,他是所有看过这部剧的人一致的回忆。 寻情记,江华把这种傲气、自私、目无一切都演绎出来了。可谓经典之志。江华出演了这么多部剧,他精湛的演技早已经得到了观众的称赞,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,他都拿捏得很好。 2003年主演的穿越剧《九五之尊》在香港取得了平均40点,最高46点的收视成绩,江华评级此剧获得万千星挥帮奖典礼《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》。 但是在2006年之后,江华就没有什么作品出现了,原来是他患上了抑郁症,因此淡出娱乐圈了。 好在他的妻子一直不离不弃不弃的照顾他,后来他才渐渐地恢复。 2015年,据说江华转行做保险,对于是否重返银幕,他自己表示已经没有兴趣了。 之前的时候,还有媒体拍到江华的身影,他那眼神依旧充满杀伤力,这挥手动作很有一种当大哥的风范,绝对的气场强大。 如今江华已经55岁了,尽管已经退出娱乐圈多年,但他和好友相聚的照片还是会经常流出。 。 他现在已经剃了光头,但是看起来仍是非常帅气,一点也不显老。 网友们,你们还记得这个帅气的江华吗? 。 参考来源。